欢迎大家到我的YouTube 我的名字是Dr. Lee 李博士 我来自槟城大三角 现在我住在 周佛州集团 非常的欢迎大家 也谢谢大家观看 我的新的program Dr. Lee's Method Revision Revision就是 温习我这一本书 记得当初 我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答应 买着 买这本书的人 我跟他们讲 你放心买这本书 因为我会跟你问习 我就会交这本书就对了 所以整本我交到完 交完之后 我用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 我本身如果学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做几个系题 或者做十多二十个系题 关于这个新的东西 我想一次这样子过呢 我是不会的 我本身 我本身如果学新的东西 或者人家教我东西 我必须做几次的复习 可能做多几本不同的题目的那种书 不过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课 我本身才会熟悉 我本身才会熟悉明白 也会去应付 否则我做不到 如果一次两次要我本身 很行很有信心的话呢 我觉得我不会 我没有办法会 所以你本身是怎样 我就不太清楚 那这本书我教了之后 我就在想 好不好 我再跟各位复习这本书 复习的意思呢 就是它的题目 它的那个课 比如说 Personal pronouns Adjectives Conjunctio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Tenses这种相同 但是呢 里面这本书的题目 和我白版出的题目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变成说 买这本书的人呢 真正是 最少有两轮 有两轮学这三十八课 所以我之前有跟你讲过 这三十八课呢 会跟你跟到底的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 毕业到做工 到你有孩子 它这个三十八课 一定会在的 你一定会遇到 反正你讲要学grammar 无论你是level 1 2 3 4 5 6 7 这三十八课跟你跟到底 当然 level 2会升过level 1 level 3会升过level 2 跟level 1 它会越来越深暗 会越来越挑战性 不过它还是一样 它还是会出personal pronouns 它还是会出adjectives 它还是会出conjunctions 它还是会出papositions 所以这些呢 跟你跟到底就对了 一辈子就是在跟住你 所以说 像我讲这样子 我现在呢 已经在进行我的策划 第二本书 将 在策划要出第二本书 那我的第二本就是level 2 比这一本还要难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level 1 就是ABC这么简单 那level 2肯定比这一本还要升奥 加多几课而已 这38课还是你会遇到 还是会出现 没办法的 而且其实你到level 7 最高最多给你50课 50个练习 不是练习50个课程就没有了 今天的课程也是功课来的 我上一个video给你的功课 这个课程呢 叫做personal pronouns personal pronouns有7个 I, you, we, they, he, she, it 总共7个 这7个 I, you, we, they, he, she, it 是用在照记的前面 我们叫它subject 或者主题 一个照记的主题 so I, you, we, they, he, she, it 怎么样填呢 都在这里了 我已经填给你了 那你就可以check一下 看你的答案是对还是不对 第一题 My name is Tommy 我的名字是Tommy 我咯 I am a boy He has a house That is his house 看到 his你就知道 前面要用he The cat is meowing It is hungry The cat就是 eat 带名词 其实pronounce简单 Rose and I are friends Rose和我 就是我们 We study in the same school You have a kitten That is your kitten You就是 your This is my school I study here The boys are in the field They are playing football The boys就是多 如果是多的话 你就用D Boys有S就是多 多就是他们 They are resting Mary is my cousin 所以代名词是she 这个是subject 照记的前面 它的主题 This is Asraf He is my friend Asraf是男生 所以用He Those girls are tired They are resting Girls有S就是多 像刚才那个Boys 有S就是多 如果是多就是他们 They are resting Maryah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the clinic Maryah是女生 所以你要用She Our car is here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要回家了 So we are going home You have a card This is your card 你的封策 就是属于你的嘛 所以你有一个功能 I have a dog That is my dog 我的娃娃 所以就是我 我有一个娃娃 The cow is under the tree The cow COW 就是一只 如果有S就多 所以要用It 为代名词 It is eating grass In J.Halim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in SMKR In J.Halim是 Halim先生 先生是男生 是男生 你就要用代名词 He 所以这些代名词呢 我们叫它 Personal Pronouns 它是用在subject subject就是主题 也就是照记的第一个字 或者第二个字 它的主题 但是Personal Pronouns 也是可以用在object object就是最后 这些就是object 句号的前面 还是一个照记还没有写完 逗号的前面也是object 所以object的话呢 这个Personal Pronouns 就变成 Me You Us Them Him Her It So你看好这些 词诗题 然后你把这七个Personal Pronouns 用在object 填写在这些孔位 然后你就知道 过后呢 你就明白说 Personal Pronouns 是分subject跟object OK subject就是 I'm you V They He She It 代名词 代替一个名词的 在前面 而它也能够用在object object就是 Me You Ask Them Him Her It 又在教训的后面 后面就是object object就是它的东西 一样 OK 所以我的课也交到这里 我有新的课程了 不过我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开 如果我有开 你要参加的话 那你就可以和我讲 新的speaking 翻新的English package 就是包装的英文 翻新的英文 里面什么都有的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像我刚才和大家讲 我已经在策划中 第二本书 book 2 第二本 我也会通知你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订购 那如果你要订的话 也是可以 不过现在如果 你要订第一本 就是book 1 这一本 你可以whatsapp给我 我们还有货 019-7878-299 你就联络我 我就会安排这个书 送过给你 然后买了这本书之后呢 你可以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一本书 我整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我都在YouTube channel 当作政客来上 我在课题里面上课的时候 我都有讨论答案跟解释 它的用途 然后 你就可以对着你的书 来查一下 看你是否真正的明白 像我讲 有一才有二 有二才有三 所以我是比较赞成 如果一个人从一到三 不是直接跳起伞 因为他会留一个大孔洞 在他的脚那边 很容易跌倒的 OK 所以我的课到这里为止 请大家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video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